哈囉大家好我是柯妮 最近他趁過年的時候 拿給我了 一些的扭蛋 就是他donate的 好他donate的我什麼呢 六顆蛋 六顆吧 這個就是他自己喜歡我其實 沒有很喜歡我之前有看到 可是我覺得還好 可是他那麼喜歡的話我就勉強把它看一下 這個 你看這個有看到嗎 這個叫做 柴魚燒 這裡 他有六款 然後這是 他家的狗狗 他家的柴犬 這還蠻可愛的 可是實體 也還蠻大可愛的 這麼令我越看越喜歡 這個好像蠻多人有 有去買他們家的 這是設計師玩具 對這是台灣的設計師欸 好很像不錯 好那我們來開箱吧 好那我們來介紹的這個是 柴魚燒 你看 這是我們去夜市以前吃 某家 日差的章魚燒會有的 那種 直板 好所以他很脆弱 所以我很小心在保護他 他上面有寫 柴魚燒 然後他是用燙的 有點像雷雕的那種 這半隻 好那我們請出我們的六隻狗 有六隻 作者家的彩彩 然後還有六款 他是扭蛋喔 然後他扭蛋的殼是這種大顆的 然後金色的 然後已經把它拆出來了 哇 這樣 金色的有六顆 然後每一顆都顏色都一樣 欸他怎麼沒有附我叉子啊 我這樣怎麼吃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把它點開嗎 好了我們終於拆完了我們六隻 六隻柴犬燒 然後 長這樣 看起來有點獵奇欸 好你看你看有什麼好事 六隻狗看著你 他的做工 其實還不錯 而且還蠻重的 然後他有六個表情 這個表情是開心吧 這個是 嗯 彩彩的表情 憨臉 生氣嗎 不要回家的表情 眨眼 然後跟 飛機耳朵 然後他每一隻上面都有這個 這個是做亮面的 這個是做 霧面的 然後他的上面一點一點的 有這種 很像 海苔嗎 醬上面有海苔嗎 看起來比較好吃 他這個上面就是這樣裝 每個都有一個卡榫 然後可以卡他的頭 醬 好 炒六隻 柴犬 其實還蠻可愛的 這樣擺一組 看起來就很想吃 這真的好像真的喔 這人家會想要拿叉子吃欸 其他人可以去網路上找找看 去哪裡買 因為還不錯 好我們這次介紹大概就是這樣啦 六隻柴犬 謝謝好好的donate 好 請問 看了什麼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幫我留言 我們下次可以開更多別的鈕蛋 叫我好好去買 呵呵呵 好 謝謝大家 那 大家可以 按讚留言分享我們的影片 好 就這樣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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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